沿途经过台九县的美国学校 发现里头有座餐饭 忙着剥取一排又一排的蜂巢 在经过一阵访问同时 负责经营管理的陈大哥 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养风 以及后制曲名的点滴过程 那爸爸我可以问一下吗 就是你们大概从事这个行业 大概有多久时间了 我从事行业是民国58年 就跟爸爸接触了 你爸爸是第三代对不对 我是第三代 是 阿公 因为在读试的话 口通毕业 口通毕业都慢慢去了解 去接触 专业的话是民国62年 当兵回来就每天尝试 跟迷用接触一下 真的哦 就是偶偶一帮忙而已 读试没骂 有被盯得很惨 对 当然被迷用 让我看一下你的伤痕在哪里 伤痕没有啦 伤痕 在上课的同时 我们也因应主人的热情邀约 当场品尝了几口 平常所吃不到的人间极品 没有虫 可以可以吃 我要吃虫咯 好 脆脆的 感觉有点 味道没有 没有 没有很浓的味道 但是它有一种香气 有点乳香的香气 然后吃起来有点像 呃 你好像在吃龙眼 可是它是 这样就是有一个矫劲在 非常好吃 经过一阵了解后 我们也明白 原来经营养蜂事业 从过程到成品出炉 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经历三代的陈大哥 也告诉着我们 现在的气候变迁 导致了蜜蜂的产量大幅缩减 让唇蜂蜜在市面上 可说是越来越稀少 下次不妨经过此地的民众们 可以进去里头 与这家人好好的聊一聊蜜蜂金吧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